波兰自洛提近期对欧元和美元出现了升值 我认为它还有着进一步的升值的潜力 萨基斯·帕拉斯科沃夫来自于INFX全球 波兰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数据为0.9% 你认为该数据能代表波兰目前的经济状况良好吗 是否能给你的短期预测带来影响呢 在我看来 该数据体现了波兰经济目前状况良好 基本面稳定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地方 英国退欧的影响并没有反映在这期的数据中 在第三季度的数据中才能够看到英国退欧对波兰经济带来的影响 双方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 波兰兹罗提近期对欧元和美元出现了升值 我认为它还有着进一步升值的潜力 尤其是在瑞士央行取消了瑞郎的汇率限制之后 但是瑞郎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给瑞士的银行业带来提振 在我看来 这会给资罗提带来一定的压力 而欧元资罗提货币队已经突破了一些重要的支撑位 在短期内 我预计该货币队会继续下跌至4.22左右 今天欧元区同样公布了第二季度的GDP 在上季度的基础上增加了1.6% 与市场的预期相符 那么你认为这个积极的趋势会延续到第三季度的GDP当中吗 对于欧元来说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数据很积极 但是过去一个月的下滑并没有包括在内 我想要再一次强调 英国退欧带来的不稳定性 可能会对欧元区经济恢复造成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观察 未来的第三季度的GDP数据 是否会表现出进一步的下滑 也会给欧洲央行是否采取更多的宽松措施 来刺激经济起到向导作用 如果你记得 央行主席德拉吉在上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元区经济恢复可能会受到英国退欧的影响 所以我们最好等待更多的积极的数据的公布 包括9月份的就业数据 所以我们希望从进一步的数据中可以观察到 欧元区的经济仍然是处在恢复当中 还是说会迎来下跌 共同货币欧元的走势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欧洲央行采取宽松政策的几率 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欧洲央行很快将会降息的话 欧元的汇率可能会很快下跌 除此之外 我看不到欧元美元货币队会取得突破的原因 长期来说 我预测欧元兑美元会位于1.08到1.15之间 分析师表示在未来12个月里 博兰当前的政府可能会引起欧元 斯罗提的震荡 你同意吗 那么对于该货币队的长期的趋势 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目前的政府的确公布了一些不合理的措施 但是其中很多已经被避免了 例如在瑞士央行取消汇率限制之后 波兰政府最初的提议是将所有的债务抵押都转换成 斯罗提来计算 之后被取消了 还提出了要将财政赤字控制在符合欧盟标准的3% 从目前的环境来看 我不认为欧元斯罗提会出现大幅的震荡 考虑到英国退优和英国的经济增长 我觉得斯罗提会在未来的12个月内继续的上涨 好的 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见解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